櫻知故 最主要我們的陶珠宮 為什麼要介紹陶珠宮呢 因為你知道 因為這個財神的出現 是表達了我們民間祖父 對財富的恩望 更新的我們要追求這個 這個財神的時候 一種精神上的一種期望 所以 幻梨 在我們春秋的時候 我們知道 他是累積了千金萬銀的 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很未做生意的 一個實業家 也是在最早期 我們古時候就把它祈禧 是明天最早的財神信仰 就是幻梨 也就是現在的 陶珠公幻梨 這個剛剛那個主持人 問我一下 為什麼我會提到 這個幻真人的報告呢 因為各位看到 報告兩個字 代表是 我們的道教 義王上帝 他有赤風給你的 就為報告 所以各位 你要看到 一個所有的神明 道教神明 他一定有兩個 有一定那個報告 這個報告 上面就可以給我們知道 這個幻真人的報告 這個也很高興 今天可以跟各位論事一下 也是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次這個幻真人 這個幻梨這個財神 跟我們現在出現 跟各位見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他這個幻真人的報告裡面 他最主要 他最下面有寫一下 他是祭財靈金 殘商掌營的這個幻真人 所以祭財靈金 這個在我們道家 宗教來講 就是一種我們的陰財 就是我們的 原來我們的 原來的就是陰的 就是看不到的 然後殘商掌營 就是他 就是我們現代的 所以他掌的是兩個陰陽財 等於是他能夠幫助我們 怎麼做生意 他可以幫助我們怎麼做生意 為什麼我們要信仰他 因為在經過我們一個 一個王老師啊 他是我們這個 幻梨的代言人 他的轉世 他說我們要從陰的財 才能轉到陽的財 所以能夠長一兩兩財的 目前就是我們的 陶珠公幻梨 也就是我們現在崇拜了幻梨 這個財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為什麼叫做陶珠公 是因為范梨 他搬到我們現在的 山東定討的地方 山東定討的地方 他能夠在那邊做生意 然後他經營的水產 還有這個武器的產業 然後最主要 他這個組織這個 後悟的交易 因為他在這個天下之中 所以後唱 開閉了這個後唱旗流的市場 因為後唱旗流呢 帶動他們整個那一期的人 都有生意可以做 也有生意賺錢 所以老百姓 所以他變成 道財神 他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 他的經營是看這個 他完全是按照 整個我們這個 十二年的這個 金木水喉土的變化 來看一下 這個是 好天氣 壞天氣 會 有時候會有水災 還是好的時候 來 來 存糧還是進出 好壞 都是他是這麼樣 所以他才能夠累積到 做一個 千金萬銀就是 這是這個 最重要 然後呢 他最重要 他的在道德高度 他從 護自己 然後再 護外人 他說 從護國再護民 從一幫 護為天下 他為天下人 創造財富 最主要 他希望呢 天下人 共享這種 利益 以財富的這個力量 來做依通 以百姓的信念 作為 施牛 所以說 我們這個 最重要 他就是 因為 他這個 他這個 因這個財博賺錢 跟水一樣 所以 他幫助 所有的 排憂解勞 所以 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家 才認為 他是當一個財神 你要知道 財神 一個 當一個財神 第一要有財 有 有這個 有錢 他有這個 寄望千萬的這個財神 第二個 他一定要 他的這個 當神的 當神就是 普渡這個眾生 他把錢的 有 為什麼司馬遷講的 他三字千金 三字千金 而 護行祈禱 就是他 最大的功德 他把錢再出去 第三 他自己 有一種 經營的理念 不是說 你財產有 你要財產的理念 你知道 他最早做的 祝福的奇事 養魚精 我們知道 養魚是他發明的喔 養魚是他發明的 還有我們現在 商人在用的 陶珠公商信 還有理財十二走 就是他叫我們 怎麼去管營經營 這個錢的 也是他做的 所以我們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我們從 這裡 從他的這個 經營的商信 還有掌握這個養魚的話 你就賺錢了嘛 你這樣就能夠 脫離貧困 脫離貧困 遵循 遵循他的商信 就進入 發財之父的之門 這很重要 所以說 我們還有 換你 告訴我們 要隨時以行 要跟那個時間 守在一起 就是要利用 社會的時事的 這個自然的變化 規則 預測 發展 七次 捕捉這個 成功的時間 所以他的 他的最著名的 這個商業理論 實用 你要用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種 東西 知的則修備 你要知道 你要戰鬥 還是要做什麼 你要先準備好 隨則之車 和則之車 這跟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現在 冬天的時候 就要準備 夏天的衣服 夏天的準備 冬天的衣服一樣 跟我們現在理論 是一樣的 以俗 無代 俗不再來 但是這個時間 只要一夠了 就沒有了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只要夠了 就沒有這個時間 那最後呢 他也告訴我們 我們 最重要 我們要用 運用這種 道的規律 來 力量 來精鬆 自助 俗現人生 大乘的智慧 的商人 然後以道 經商 以商顯道 商道合一 利物益稱 然後我們 他也告訴我們 第一個 一定要有氣 所以說 他講的 他前幾天 跟那個 我們一個 王醫師 他是他的代言 他講 你有多少氣 就有多少財 所以 他要求 我們未來 這個協會的發展 就是要跟歐洲大協配合 他們有專門開這個 道商的這種課程 經營管理的課程 第二個 他說 要做養生的工作 當你有多少財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多少氣 所以我們常常講 不好聽的就是 財大氣出 這句話 不是我們隨便講的這種 我們一般講的這種 事實的話 其實他講這句話 是迎合我們 陶資工的理論 所以他也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生意 要跟我們的財神接氣 我們也希望 大家能夠來接他的氣 這樣子的話 大家會 會很有財 他講的 他的這個財的理論 他講的很有道理 我們今天 我們這個賺錢 是正面的 當你把正面的財賺進來的時候 我們是養家糊口 然後呢 給我們整個家庭 我們的祖女 還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還有我們的社會 大家有財了 有財了 用智慧帶來這個 有財的時候 就給這個社會 帶來一個很好的正面的影像 所以 他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智慧 因為當你這個財產可以自由應用 他希望我們每個人 來這裡 你有財產能夠自由分配的 這個能力的時候呢 你才能做大事情 財博可以自由應用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 我們的財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用財 十塊錢變一百塊 一百塊變一千塊 他叫你這個 錢財的滾 滾來滾去 然後呢 變成有錢人 能夠財產自由 控制的人 希望你這樣 謝謝各位 有空 來參加我們的 陶珠宮財神協會 我們有提供 他有很好的財神經 各位 每天念 祝你們各位 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謝謝各位 謝謝聽眾